我们在做环境运动的时候 常常遇到一个难题 就是说业余的好人去对抗职业的坏人 这些干坏事的破坏环境的人 他天天都在想怎么样破坏环境 但是我们这个都是至宫 包括我 只有像至好他才可以算是职业好人 我们这个都是业余的好人 那会被很多熟视工作的事情绑住 所以很难 像最近六清的会 一个礼拜有时候开好几个 肉去开了一个 他可能就偷渡过关了 常常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多培养一些职业的好人 能够靠环境相关的这个行业来谋生 这个是需要的 那事实上过去有一个算是不太成功的历史 这个其实以前就讲过 就是主户联盟 消费的设施 那有些人不认为那是支持 他们当初也是说我来做这个共同采买 做这个有机农业 然后这个英语支持这个他的基金会来做这个方法 后来几乎是分家了 这个卖东西这边继续赚钱 但是他没有回馈给环境农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说他要很小心 那另外就说不能像我们这种不会赚钱的人来做 要真的有生意都拿会会赚钱的人来经营 这个才是我们现在要去突破的地方 那在云林我们现在要做的比较属于生态农业 我们不搞有机农业 搞生态农业 搞无赌的 他用一种简单的方式去突破现在那种有机的垄断 那种真的现在有机一点也不自然 而且是破坏地球实验的 那个我不赞成 那有一些农民他明明没有用农药 也没有用化学肥料 但是他没有办法证明他是有机的 因为要去认身很贵 所以他当然要买很贵 那我们现在用这种生态农业的农产品 他是自然健康的 但是他只比一般冠性农法的农产品高一些 那个是大部分人都可以消费的 那我们希望在云林我们现在就是去想要去租地 然后找一些有心的人年轻人一起来努力 然后去创造这样子的一个经济体 然后慢慢去营造一种像类似日本 他们有现在有一种流行叫做半农半X的商品 就是说他一部分从事农作 那一部分他去做社区服务的工作 社区照顾或是其他的协作或是环保时空等等 那我们希望说能够慢慢的去扩大这样子的一种 经济的形态 那这个有赖更多的人才 现在环保商品真的人才还不够了 所以希望有这方面专场的 这些董事长们 老板们 真的来 帮助这一块 那我想 那现在有一个很需要突破 刚才那个 至少在讲那个生态理学说 现在突破那个环教法的垄断 真的你要把那个东西打破 那现在你要做 以后要做户外教学 就是要去取得那个环教人员的认证 然后那个厂要去做那个厂域的认证 那些都很离谱 所以我自己本身也是云林县的环教委员 但是我没有办法取得那个环教人员的认证 因为他就是叫你一定要去上那个 施教体系的那些课程 就是师范的那些在垄断那个环境教育 所以我们就是要去做到一定 生事够大 我们足够不理他那一套 我们自己来搞 自己来搞 然后也很多人来参与这个旅行社活动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长远的赚大钱 那一样生态农业 所以你要撞到不理那个国家那一套有机 我们现在刚开始推特的时候 也是去找食物联盟说帮我们卖这个 绿标出水 侏罗素保育出水 他就说你这个又没有有机认证 我不卖 连环保团体他都这样吃 所以真的要自己壮大 所以刚刚我们的一个讨论里面很明显 就是说我们希望赶快有很大力量 希望有更多人来参与 希望更多人来贡献 我们需要更多更多各式各样的人才 但是这一些都只能一步一步的慢慢来 要让大家认同 但现在目前这个国家非常的可恶 他现在目前就把这些防保团体的时间 把你当作消耗品把你消费掉 现在目前所有的会议都需要 都需要你的环保人员去参加 去提供给他们意见 他们不用花时间 只要他们上班的时间 我们只有我们自己的工作以外 我们还要互出 而且很多人就认为你既然是关心环保 你既然是愿意互出的话 你应该要扛更多的责任 所以就觉得有人觉得这个地方会倒那么多的垃圾 这太至好没有进责 你知道很多人这样认为 不然你们环保团体在干什么了 一天的不仅二十小时 要四十八个小时 甚至一百多个小时 那我们现在目前要怎么样 在这个运作之外 我们这个国家真的是非常可恶 这样开位就利用他上班的时间 你本来就领这个薪水 你要开这个会 你要所有的环保团体 要提供给你 人家像他刚刚说的 叫专业的坏人 我们叫业余的好人 你要去把它弄清楚这一些 你要花更多的时间 你一个人不仅关心个议题而已 你要关心几十个上百个议题 所以在这个环保界里面要活下来 你实在很不容易 我们给志老拍个球 不容易 最近这一年来我干了理事长 我发现他就像婆罗一样 在开会的时候 那个记录一下来 那你实在是 很不容易 还有在当兵的时候 你真的是有训练到 你刚刚这招了 真的是能够的 好 那我们还有朋友 我们要分享一些经验或观念 不好意思 Wirtschaft han filmed 对 没事 不走了 就 新闻 没人 吗 even